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27章车祸 拿绷带 止血 唐冰喝道 然后便紧张地转身下一位伤者 只是李军龄拿理会止血 他拿着绷带不知所措 而伤者原本减缓的伤口中血流又渐渐地多了起来 让开 唐冰眉头一皱 扯过他手中的纱布 麻利的围伤者缠上 这才止住了血 李军龄有些善善地站在一边 他根本不懂急救 在这里只会爱手爱脚的 叶浩轩双手持针 神色紧绷 他下针极快 手起针落 伤者不管留在多河血 随着他迎针的落下立即便会减缓 旁人甚至看不清他双手的轨迹 碰一声响 小轿车已经被消防人员小心翼翼地切开 把里面的两个人救了出来 驾驶室上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私生叫道 快 快救我老婆 他是产妇 求求你们 救救他 随着男人的私叫声 一个产妇被人从副驾驶室里救了出来 一旁的几名穿桌白大褂的人马上将他小心地抬到推车上 紧张地为他检查着 产妇已经失去了知觉 口中还有自冒这鲜血 而且呼吸已经微弱 一名医生连忙为他带上氧气罩 检查胎心等 怎么样 胎儿情况还算好 不过产妇受伤太重 已经重度昏迷 怕是醒不过来了 如果现在手术的话 还能保住小的 一名医生说道 马上回医院手术 主治贺道 来不及了 羊水破了 胎儿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 另外一名医生答道 那 现在就做手术 把情况给病人家属说一下 这名主治是权威 他马上喝道 一边银行 一边骨折的男人已经听到主治医生之间的对话 他再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 他拖着一条腿猛地站起来 扑到主治医生的跟前哭喊道 不 医生 不要放弃我妻子 我求求你们救救她 一定要让他们母子平安 你不要激动 当心身上的伤 你老婆的情况非常不好 现在已经重度昏迷 已经不可能顺产 而手术有巨大的风险 现在趁胎儿胎心还在 我只能保证孩子没事 主治医生劝道 不 医生 我求求你 想想办法 一定要救救她 我不能没有她 我孩子不能一出生就没母亲 男人私生哭喊 拖着一条腿跪倒在地上 你不要这样 这种情况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如果再不治疗 甚至连小孩都会有危险 那名医生有些不知所措的说道 你们一定有办法的 你们一定有办法 哪怕只有一点希望 我请我们试一试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请你快做决定 在这上面签字 不然的话 就是一失两命了 医生无奈地说道 我可以保证 他们母子平安 正在男人绝望的时候 一个如天籁般的声音响起 叶浩轩大步走来 我求求你 救救我妻子 一定要救救她 男人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紧紧地抱着叶浩轩的大腿 他也不管眼前的人有没有能力去救人 不可能 产妇的情况 已经是命悬一线 能保住他们母子平安 除非你是神仙 那主治喝道 突然他神色一致 是你 这名主治其实叶浩轩也认识 正是兰灵灵从老家来的时候 纠缠着他一路的孟泽 如果你相信我 我可以保他们母子平安 叶浩轩对这那男人说道 我信 我相信你 请你快救救他们 男人紧紧地抓住叶浩轩喊道 好 我马上救他们 叶浩轩转身便向产妇走去 站住 你知道情况有多严重吗 你能救得鸟吗 弄不好是一尸两命 这个责任 谁来担 孟泽大喝道 警察 把这个人轰出去 一边一名医生喝道 孟医生是仁爱医院的专家 他都没有办法 这个年轻人不可能救得鸟两个了 他救不了 是他没有能力 出了问题 我可以负全责 叶浩轩喝道 警察听到这边的喊声 马上走了过来 要把叶浩轩带出警戒圈外 负全责 你负得起吗 你不过是一个在校学生 连医生资格都没有 你能救人 孟泽喝道出了事 谁为你担保 我为他担保 唐冰处理完手中的一个伤者 走了过来 拦住警察 谢谢 叶浩轩感激地看了唐冰一眼 现在人命关天 你又是谁 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孟泽怒道 我叫唐冰 唐冤是我爷爷 就凭这个 够吗 唐冰冷冷地说道 在场的医生奇奇异争 他们虽然不认识唐冰 但唐冤的名头是听说过的 那可是清源的神医 唐冰是唐冤的孙女 她确实是有这个资格 总之我不同意 胎儿的情况十分危急 如果再不手术 恐怕他们母子一个都活不了 孟泽喝道 你爷爷如果在 会同意你这么做 警察问道 我相信我爷爷在场 也会支持我这么做 因为我相信他的医术 我爷爷也相信 唐冰坚定地说道 如果有问题 我也为他担保 一边的李军林跑过来说道 你又是谁 警察问道 我是李军林 我够不够这个资格 李军林说道 李氏集团的李军林 警察吃了一惊 连忙点头说道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谢谢 生平第一次 叶浩轩对那些 世家子弟的印象 有所改观 其实他们也不全是 表面的那么顽固 不用谢 我能帮的只有这么多了 唐冰相信你 我也相信你 李军林说道 疯了 这些人都疯了 出了问题 你们负责 一边的孟泽贺道 事不宜迟 叶浩轩马上走到产妇跟前 取出针带 然后深吸一口气 将针器灌注于针尖处 他出手如垫 人们几乎扑捕捉不到他出手的轨迹 片刻之后 他手中十几根银针 便快速地刺到产妇身上十几处穴位处 他又伸出右手 在那些针尖上或弹或碾 双手食指连动 就好像是在弹琵琶一般的 在这些针尾处掠过 是在弹琵琶一般的